皇上要说什么 坐吧 今日的事情 是玉妃和冒险胡闹了 可这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哪 皇上是疑心了 要不然也不会换臣妾过来 平白听这场羞辱 如意啊 这些日子以来 李云车与你的流言 在宫中传得纷纷扰扰 朕也想不听不扰 可这阴影 在朕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切不说今日的事情了 那日朕在木兰围场 看见李云车那般的旧孤 他看你的眼神 分明不是一个奴才对主子的眼神 还有 你说他的冷宫 那把他舍身救你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他就对你有了不轨之心呢 皇上 你不认识吗 陈妾在冷宫 林云车多次救护 是寿宁之名 得了御狐的吩咐 而木兰围场之势 林云车本就是御前侍卫 舍身护主是他的职责所在 理所应当 皇上难道就要因为这个 怀疑陈妾 怀疑救了你妻子和嫡子的人 你不认识 吴依啊 到底是朕疑心了 还是他戒约犯上 你要这般地为他辩白说话 自从龙井夭折之后 荣平入宫 你就常日跟朕赌气 不加理会 朕在想 你到底是因为何事 和朕离心离开 难道是因为这个灵车吗 皇上如今怎会这般说话 永景夭折之后 难道不是因为皇上 听了青天剑的天象之说 才不理会臣妾的吗 臣妾当日痛失永景 悲痛万分 皇上连面都不老 一直没有陪伴过臣妾 还跟臣妾说 是臣妾克死了永景 皇上宁愿相信青天剑的婚话 也不相信臣妾 不相信臣妾和永景是为人所害 如今却说臣妾 对皇上不加理会 还拿林云彻来说话 永景伤势 难道朕不心痛吗 朕是皇帝 朕是夫君 你有明白过朕 未见过朕吗 至于天象之说 言传千古 代代相继 朕总是信了又如何 臣妾不能如何 宁氏皇上说什么都对 如今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臣妾也无话可说 臣妾告退 如意 如意 因此 优优独立了